勇士球迷 我很抱歉 勇士今天117比136 被骑士队狠狠的痛咒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算不如神算 我是球评 我是人 但是篮球之神 他就是神 比赛真的是千变万化 我觉得今年勇士队的防守是联盟第二 勇士队的防守应该有机会来限制骑士队整体的发挥 但是正好相反 今年防守效率排名第六的骑士队 反而靠他们的防守 真的守到勇士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想教练要检讨 打法要检讨 球员第一线的防守要检讨 勇士队在这场对骑士队的比赛 你说他内线面临很大的压力吗 我觉得还好 勇士队比较大的问题是 他第一线的防守容易被锅之后 二三线过度的协防 造成第一个 弱侧边来不及还原 第二个漏了中路跟漏了底线 所以整场比赛就在恶性循环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第一个球员的专注力 跟球员的防守 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 Steve Kerr也不是说没有调整 但是任何调整都没有用 再加上这场比赛 骑士队的三分外线的命中率真的准到可怕 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真的 看了这样的比赛 又兴奋 但是也沮丧 兴奋的是 骑士队为什么可以打出这么棒的篮球 他这种棒 甚至于比巅峰的2015年到2018年的骑士队 还要来得更流畅更出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准到让你头皮发麻 我也觉得难以置信 那最让我沮丧的是 我预测错了 好吧 作为一个勇士迷 作为一个相信勇士 今年有机会夺冠的球评 这场比赛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但是我觉得对勇士队 对Steve Kerr 对全部的勇士队球员来讲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要再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的防守第一步都被过 二三线过度的斜防之后 你不但没办法还原防守 弱边的斜防完全来不及 中路跟底线完全漏空 我想这是今年勇士队开机到目前为止 打的最糟的一场比赛 防守端的不够专注 脚步跟不上 我觉得这不是勇士队的防守实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骑士队今年的确打出不同的气象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 骑士队在例行赛或许真的会很猛 但是关键还是在季后赛 Donovan Mitchell 他必须在季后赛证明 他是一线的球星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NBA最有趣的地方 再看下去吧 看到这样的比赛 也兴奋 但是也让人不开心 不好意思了 勇士球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